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服務 大家必須選高等鎮王林 真的有客奏書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要去洛基沙漠經過的一個地方 叫做BC省的紅金町 黃金小鎮 這是一個休息站 路過這個地方在這邊休息 你看洛基沙漠這麼漂亮 你看人的休息站也是這麼漂亮 這麼有藝術感 你看1號公路裡面有一個楓葉 這就是加拿大的那個LOGO 對 它的代表 我們如果看到一個楓葉 它是加拿大 它不是日本 所以楓葉就是加拿大的LOGO 像說我們台灣的LOGO是誰 台灣的東LOGO就是一顆台灣 所以你看圓路 你看人的公路都這麼有美感 這個斜度加上這個風景 我們很快就會進入國家公園 所以我們在路中間休息 然後坐車欣賞不同的美景 因為我們從楓葉一直看 看看夜往東走 大江東去 夜往東走 然後就越來 就看白雪 北 看六色的風景 看雪景 你看那森葉都冷 就是說這裡風月已經掉了 所以每一個地方的風景 都不一樣 溫度不一樣 氣候不一樣 所以植物也不一樣 植物也不一樣 所以很漂亮 我感覺我坐在這裡 在配旁白 在這裡陪你們看風景 我也覺得很讚 我們導遊一路很認真的介紹 我們再來聽聽他的介紹 就是這樣 小龍哥的路 這個公公拍照的藝王 哇 生命夠好 那麼這個很難 但是這個工廠 沒有出去了 今年工廠一大小 這個年輕人 是非常親切 好工廠師 你講究 說這些不論滿其麻辣 這個年代有全世界 這個認真的道友 一路都說加拿大的歷史 加拿大的人的生活、總統 加拿大的人工程怎麼艱苦 把它做起來 加拿大政府安裝 讓我們年輕人的機會 這是一路一直在介紹 這實在真的 這個導遊真的很會講 那每個客人也都很用心的在聽 還有一個拍得很漂亮風景的 攝影機 拿攝影機的 把這麼美的風景拍給我們看 明年想不想再來 很好 我明年要來 洛基山脈 我已經好幾年沒來了 雖然來過很多次 但是 擺來不厭 你們感到跟我一樣的喜歡 洛基山脈 這個是 叫做 洛基山脈國家公園 這是 加拿大的第一個國家公園 也是 叫做 班夫 班夫國家公園 這個地方 會來到這個地方 是怎樣 叫做 班夫國家公園 這裡的第一名 叫做 班夫 我們會去 班夫小鎮 班夫小鎮 裡面 有一個 叫做 班夫大道 好像 好像 你到那裡 讓我們去看 童話故事 一樣 背 洛基山脈 環繞 他的四十位 就是 像 我們來到 小西部鄉村的 氣息 偶爾也會看到 背車在 班夫 會露臉 摳摳摳摳摳摳摳 所以 來到了 班夫 就像 走進 童話世界的感覺 所以 我們就知道 洛基山脈 在 每一個角落 都有 它 不同的味道 每張 拍出來的 照片 都只有一百多 那樣漂亮 你也可以很悠閒 來班夫 去漫步 在街上 它的大街 差不多 五百公斤 兩邊 都是各式 各樣的商店 整個 小鎮 最熱鬧的地方 是差不多 一個 五百公斤而已 我們一直 深深 這麼漂亮的 風景 就是為了 要去 班夫 小鎮 所以 來到 洛基山脈 班夫 小鎮 一定要來 所以 我們來到 班夫 小鎮 不是只看 班夫小鎮 既然到 洛基山脈 不是只看 這個 小鎮 可以看到 它的 童話故事般的小鎮 可以去 硫磺山 坐燃車 可以看到 城堡山 這每一個 山 都不一樣 有一個山 只有城堡 我們要帶 路易師傅 城堡 路易師傅 就是 洛基山脈 蜘蛛 一顆 金珠 一樣 就是在 班夫 城堡 飯店 後面 一條 叫做 洛基山脈 金珠 一樣 哇 實在有夠漂亮 你看到這個 風景 心情 都好起來 心涼 彼腹 開 不是這樣說 在這裡 如果說不到 不要跟我笑 我不是 生靈 我們現在 已經到 這個 叫做 銀色的龍 這間餐廳 叫做銀龍 它的英文 是這樣下來 賺錢 賺錢 賺 賺賺 賺賺 您最讚 已經到 班夫了 大家有夠高興的 已經來到 班夫小鎮 這是金其角 看班夫的 城堡飯店 班夫 上面 這邊有幾個城堡飯店,這間叫做春天 我們要住那間是最有名的 我們現在看這個地方叫做金旗角 就是驚喜,不是驚喜也不是驚喜 就是驚一條的驚,會燒、會咳 金旗角,對 金旗角,裡面就是班夫的城堡飯店 它叫做春天 在這裡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那間團你看,這裡的學員信錄,是在發司 把我灌田充斥,你看 你看,古城安門,幾大堆都沒有外 所以我到那間都沒有...都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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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看,我們的...我們的導遊跟我們的客戶互動到這裡好 你看 喔,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地方 就是叫做宮河 宮河 就是那個... 瑪莉聯盟路 在這裡拍大江東去 一個電影的拍攝地 所以這個地方是最漂亮的 哇,好漂亮 每個人一定要在這裡拍一張 大家就會想到瑪莉聯盟路 大江東去的電影 這個地方就是因為大江東去 而名聲大噪 所以來到洛基山脈 如果沒有來這裡看這個宮河 人家會說你沒有來過洛基山脈 為什麼這個地方叫做宮河呢 我們在那個山頂看下來 這條河流 就像我們在射箭那個公建一樣 所以因為這條河叫做宮河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鵝肋 謝謝你們的鵝肋 在這個班夫國家公園的宮河 有夠讚 你們說讚是十字名歸 真的讚耶 我沒有在操大 我自己真的 由我的心肝來講出來 說這裡很讚耶 不是讚而已 很讚,很漂亮 再聽一個水聲 哇 還沒結邊 還有瀑布 雖然小小的瀑布 但是卻有無窮的故事 所以電影一定要在最美的地方拍攝 謝謝 歡迎 來 決定 感谢观看